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更进阶一些来做 退化性关节炎患者膝盖周围肌肉训练的时候要做的运动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分成三个部分来练习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伸展运动 我们这次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伸展运动我们可以来做的就是垫脚尖 因为它完全可以练到我们的小腿肌肉 而且在垫的过程当中 还是可以练到你的股四头肌 还有就是这个腿后肌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做的是公布的前后压 我们把脚跨在椅子上面呢 就是往前这样轻轻的压就可以了 前以后呢再把它往后压 我们还可以透过两个臀桥的方式来做这个肌肉的锻炼 我们就要把脚往后迈开一点点 然后接下来呢一样是做臀桥的姿势 所以准备好了以后呢 把臀部往上推